这个围解放一出来 其实观光旅宿业者也已经开始准备了 找员工归队 然后开始进行消毒 整理房屋 全面的迎兵备债 那么游客看起来 大家速度也蛮快的 这叫做报复性的订房吗 我们就来看看像是台中的大雪山庄 还有南投的荷欢山松雪楼 从7月13到8月11的这一段时间 订房率居然是百分之百 蓝天白云配上远山美景 各地观光景点令人陶醉 即将迎来为解封 各地森林游乐园区订房率激增 台中大雪山庄 从7月13号到8月11号订房 全被秒杀 南投荷欢山松雪楼 同样一间不剩 山林西园区三成 亲近国民宾馆 7月也有三成住房率 8月暑假有四成 周遭民宿一成到三成 绵羊群成天吃好睡好运动少 体态见风雨 流出旁客头 长出双下巴 亲近农场休员两个月 小编忙着发上梗图 像在提醒游客 别忘了杨妹妹 准备开眼前的预言 牧羊群跟绵羊 如何熟悉节目的走位 食量各方面都 算是比之前还好 所以每次都吃得胖嘟嘟的 原则上半年的话 可以长长到大概 整体的重量的三公斤左右 羊群放了将近两个月防疫架 上井发条排演准备迎兵 雨水溢柱之下 湖光山色的日月潭 恢复昔日美景 随着微解风即将到来 定房跟着来 大概有成长大概两成左右 询温度还蛮高的 苗栗滩的温泉旅馆员工规队 返回工作岗位 整理房屋仔细消毒 观光旅宿业全面备阵迎兵 定房率也向在预告 人不会太少 即将掀起一波报复性旅游 三年轩无困与赛文员 整一节 中文报道